這裡還有一顆啊 一嚇到馬鈴薯田,薛童哥哥是玩瘋了 不用教馬上就拿鏟子開挖 這天,潭子和溪旁的地主免費開放三分定的農田 讓山徽聽障協會的學員和家長當個一日農夫 非常的棒,就是讓小朋友可以玩玩土啊 他非常的快樂 對,不同的體驗 怎麼說不同的? 比較少有這種戶外、野外或者是田園的這種經驗 看到小朋友他們能夠很快樂在享受這種團結 大家一起在田園這樣玩 不僅學員就連家長也沒體驗過 因此採收起來特別賣力,處處充滿了歡笑聲 而身回協會更是把握這次的機會 把戶外農夫的體驗變成了課程 教導學童認識馬鈴薯 就連臨近的家長也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參加 他今天來到這邊,他自己實際挖實際做過 他對於這項作物的印象就會更深刻更記得 他下次在餐桌上看到這個東西 馬上學習的經驗就會連結起來 這是馬鈴薯,我挖過馬鈴薯 他的生活經驗就會比 因為他聽不到,也許他沒有辦法從聽的時候 去學到這項作物的相關知識 可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田園樂的活動 那他可以就是連結這樣的經驗 現在農村社會已經比較少了 小朋友都沒有機會來到田裡生活 尤其是馬鈴薯季節,來挖馬鈴薯 那是一種很快樂的樂趣 呃,大概很多顆 十不清,好像二十顆 一個上午大小朋友大包小包收穫滿滿 地主表示這活動已經連續舉辦第三年 雖然三分地少了一萬五千斤的收成 但是能見到學童們滿足開心的笑容 他們認為心裡已經是大豐收了 記得在這個節目中猜不到 好